假如昆曼是在装弱机 实际上可以暴打泰坦怎么办 本期假如宇宙中 昆曼即将大杀四方 不仅发出紫色光球 干掉以为换上夹子手臂 就能提升实力的泰坦监控王 还施展泰坦音响人的成名绝学 月华元武 干掉监控人的大量部队 甚至将泰坦音响人打成了残废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除了泰坦三巨头感到外 普通监控人也对昆曼虎视眈眈 昆曼心里肯定在想着 自己这是虎落平阳被拳欺 但面对泰坦三巨头的拦截 昆曼确实无计可施 慌忙逃窜 像只没有了头的苍蝇 不过 这个也许就是他的阴谋 昆曼给自己打造出一种弱机形象 只为了隐瞒自己的紫色能量的存在 果不其然 泰坦监控王看中了 夹子御渊风马桶人 控制能量的能力 却在这里吃了一个大亏 夹子手臂受到了紫色能量的影响 开始不受控制 昆曼也趁这个机会开始了反攻 不仅击飞了泰坦音响人 连泰坦电视人也一并击倒 这里其实有个小细节 刚才昆曼被泰坦电视人的红光照射时 因为防御和抗性提高 竟然在硬扛泰坦电视人砍劈之后 用头锤把泰坦电视人打出硬直 所以第二下追加攻击 才能轻松地打倒泰坦电视人 泰坦监控王又控制肩炮击中了昆曼 但是夹子是彻底完完 所以目前泰坦三巨头竞数败 只剩下监控人大军围追捕捷坤曼 为泰坦们争取时间 结果我们又看到了超级震撼的一幕 面对着来世凶猛的监控人的飞行部队 坤曼竟然毫无巨责 直剑 复刻泰坦音响人的乐华员舞 成为了此处暂时最闪亮的仔 转了这么多圈之后 坤曼竟然没有表现出一点晕的意思 四下查看了一下还有谁之后 迅速地跑掉了 在此地留下了一地鸡毛 泰坦监控王在泰坦电视人的帮助下 泰坦音响人也变成了断手 不知道他有没有泰坦监控王一样的本事 但 坤曼真的是太厉害了 在本期《假如宇宙》中 确实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 值得我们讨论的地方 就是泰坦监控王拿到夹子后 是否获得了夹子的能力 还有一个就是 他会不会中坤曼的陷阱 粉丝们不妨一起来讨论一下 坤曼的紫色能量 有没有可能只有入侵夹子这一种功能 对泰坦音响人或者是泰坦电视人 是否有用 这招会不会成为正版第73级 帕尔二中坤曼翻盘的底牌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